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中美在北京举行首轮海洋事务初信 大家好 我是周海恩 行政长官李家超出领代表团抵达上海 出席明天开幕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今天先同在上海的港人港企会面 并同上海市市长龚正建政沪港签署多项新合作协议 陈卓康在上海报答 行政长官李家超抵达上海之后 先到一间酒店 和150名当地的港人港企代表见面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商经局局长邱颖华等陪同 我印象最深就是特首一来到就说 在疫情之前他经常来上海 甚至乎是早机来晚机返 他也都很挂着上海 觉得上海是充满活力的城市 我们都跟特首反映 我们香港和上海 其中是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我们叫户中有港 港中有户 特别在金融 科技 教育 和专业服务里面 其实我们香港人在上海是很多的空间 他又说特首介绍了施政报告里面 香港和内地融合发展的政策 并呼吁他们在12月回香港 在区议会选举中投票 李家超之后 和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 以及上海市市长龚正回眠 并见证护港签署五份合作协议 之后参观了长宁区一间港支私家医院 这里在2004年开业 有来自国际和本地的医疗团队 李家超星期日会出席进博会开幕式 他启程的时候说 会到香港展区参观和支持港企 今次香港到上海 一同参与进博会的港企 有超过300家 数目创历年之冠 当中也都包括很多香港的中小企 这个也都反映香港商界的反应是踊跃 大家都积极把握航大商机 去推销香港的产品和服务 也都展示香港作为联系内地和国际市场的重要桥梁作用 李家超亦都会在首次设立的香港专题分论坛 以及投资中国年高峰会议上支持 星期一回香港 无线电视机者陈卓康在上海报道 天主教香港教区主教周首人李任书基 下午举行求恩微杀 微杀在半山姓母无原罪主教祭堂进行 有几百个信徒出席 包括前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周首人曾经在今年四月访经 他在微杀之后说 北京教区主教李珊将会在14号回访香港 会到访教区中心和修院等等 他又说自己的工作是加强中返交流沟通 形容双方并没有敌意 我们是需要多些去聆听 其实我估计有些是真的有些误会 互相去假设 你和我都会有假设的 跟大家沟通的时候 假设你问我的问题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就是多些去谈清楚的话 那些假设就不会影响到我们了 一连八日的同乐运动会 今天开幕 民建联主席陈克勤说 尊重参与活动的人 但是不赞成同性亨分分 分因合法化 五天主教香港教区主教周首人书基 说香港是多元社会 要包容不同声音 首次在亚洲举办的同乐运动会 在湾仔伊利沙白体育馆举行开幕礼 体育馆外和附近一带 不时有警员巡逻和戒备 也都停泊了多辆警车 搞我们香港要推动同性婚姻 有团体在体育馆外 反对运动会在香港举行 批评主办单位想推动同性婚姻 破坏传统家庭价值 开幕礼有四十几个国家 和地区的代表出席 行会召集人叶刘淑淑儀 为活动主例 说活动在香港举行 显示香港多元 包容团结 Equal opportunity and non-discrimination are highly treasured by our government and our people These values are born out by the numerous judgments which our independent courts have handed down in the past decade 民建联主席陈克勤说 不赞成同性婚姻合法化 但是尊重参与活动的人 和立法会议员 民建联一直的立场 都是很清晰的 我们是不赞成同性婚姻合法化 因为这个会对我们社会的制度 有一个很大的冲击 每个议员或者每个社会上的人士 他对不同的议题 都有自己的看法 所以我们都是尊重他的看法 天主教、香港教区主教 周首人书记说要尊重多元 有些人会觉得不舒服 我很明白 但另外你不舒服 都会容许别人一个空间 别人都会看 有些人我们不舒服 那怎么办 所以我想是一个共同的 为香港 香港一直都是一个很包容的社会 我们要继续去用包容的声音 四年一度的同乐运动会 原定去年在本港举行 因为疫情信言 举办求累 跑步、麻雀等多项赛事 一共有二千多个参赛者 活动获评机会 投资推广处 和旅客局等支持 无线电视记者 何曼军报道 澳洲总理阿尔巴内赛展开访华行程 他说期待和国家主席 他说期待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 将会提及被指间谍罪 正在北京服刑的澳洲公民杨恒昆的问题 还放话 愿意和澳方共同推动两国关系 持续改善发展 澳洲总理阿尔巴内赛星期六开始一年四日访华 是七年来再由澳洲总理到访中国 将会访问北京和上海 并应邀出席第六届中国国际进口博纜会 他启情前说期待此行同 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总理李强会面 又说和中国维持稳定关系 符合国家利益 他又说将会在会面中提及被指间谍罪 正在北京服刑的澳洲公民杨恒昆的问题 认为事件必须解决 我会说 Dr. Young的案件必须解决 我会谈谈他的人材 判断和能够有清晰的过程 在北京外交部说 中方愿意和澳方一起 以此访问为契机 推动两国关系持续改善发展 中澳是全面战略伙伴 共同利益广泛 合作前景广阔 一个健康稳定的中澳关系 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也有利于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这次是阿尔巴内塞首次访华 也适逢前总理维特拉姆访华50周年 中方形容 具有城前啟后 继往开来的重要意义 阿尔巴内塞上个月底 先刚刚完成对美国国事访问 提到澳中关系 指澳中两国在区内有战略竞争 澳方必须面对现实 在可合作的地方尽量和中方合作 中澳关系一度陷入低谷 直至工党的阿尔巴内塞上台 两国关系开始回暖 中方由8月开始取消对澳洲大默 征收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 母线议事记者封月明报道 中美双方在北京举行首论海洋事务初证 外加博说双方围绕海上形势和安全 海洋经济和环境等的议题 深入坦诚和建设性地交换意见 双方强调应该加强对话沟通 管控海上局势 避免误解误判 探讨互利合作 中方也展述涉海问题上政策立场 对美国家大地区军事部署 针对中方频繁开展近距离侦掌 怂恿之前南海当事国家侵权挑衅等 表达严重关切 顿促美方切实尊重中国领土主权 和海洋权益 停止介入地区国家海上争野 为地区和平稳定 发挥建设性作用 另外日本和菲律宾加强防卫合作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在菲律宾国会发表演说 说日本正是和菲律宾 美国合作 保护南海的自由 岸田说 日方将向菲律宾提供的海岸防卫雷达 并继续协助飞方加强安全能力 两国亦都同意就方便自卫队和菲律宾军队来往的 互惠准入协定展开初信 菲律宾最近和中国围绕南海主权的争议加剧 中方一直强调 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 又说国和国之间的军事合作 首先应当有利于地区的和平稳定 不应该针对第三方 更加不得损害第三方利益 先休息一会 稍后会有其他消息 回来新闻时间 程教主举办卖物会 售卖在囚人士制作的物品 款项会捐给多间接远机构 迷你的路牌 交通标志的锁匙扣 角色各样的手工艺品 都是出自各程教院所在囚人士之手 这一批腾制的家师 是由小满程教所在囚人士 亲手制成 市民可以在程教处秋季 卖物会购买 在囚人士都可以透过活动 回馈社会 我们就会给这个腾气 编绩的治疗 培养我们工作的习惯 和和我们的职员相处 一手一脚教 教他由削藤开藤甚至偏藤 这些这么复杂的程序 一手一脚教他 而师傅就有个格言 能力低的就慢慢教 能力高的就教多些 让他们可以 好好地含接外面的社会 这个疫情之后 首次复办的卖物会 在赤柱监狱旁边的足球场举行 以弘扬中华文化为主题 市民入场也可以看表演 又可以和警卫犬互动 在警卫犬的防守下 小朋友想要入球 似乎都有点难度 回场也设有滩位游戏 这个区都是很多中国的文化 节日的东西 四大发明 那些东西 特别多適合小孩玩的东西 除了玩之外 又可以学到东西 觉得挺好 程教处说 今次秋季卖物会 所筹得的所有款项 会在扣除支出之后 捐助给不同的志愿机构 和受惠团体 无线电视记者 陈思玲不得 接连有工营机构 遭到黑客攻击 导致资料外出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 孙东说 会引入更多网络安全专家 强调社会各界都有责任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 孙东出席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 说 会引入更多网络安全专家 并且研究为中小企 提供更多资源 提升网络安全 但强调这个是全社会的责任 现在的网络安全无处不在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 网络犯罪分子的手段 越来越高明 我想再讲 网络安全保护 不仅仅是政府的事情 也是全社会 每一个持分者的事情 也是我们社会 每一个公民的 每一个市民的 应该提取足够的保护意识 另外 施政报告 也都提出 成立数字政策办公室 合并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 和效率促进办公室 孙东表示 数字政策专员会领导办公室 整合政府资源 协调推出更加多的数码服务 包括推动电子支付 我们马上要提出 这个所谓的百项方案 那目的呢 还是要香港的市民呢 能够感受到这个数字经济发展 数字政府建设这回城市 给他们生活呢 带来很多便利 比如说以后呢 就是可以这个驾驶执照的申请啊 全面的电子化 我们要推动全面的电子支付服务 包括未来一年以内呢 所有政府的这个支付服务 要提供这个电子支付的选项 被问到人口逐渐老年化 怎样将服务为及掌者 孙东说政府会考虑 对特定的人群 提供必要界技术支援 包括以往有地区团体 上门为掌者安装数码平台 无线电视机者彭荣熙报道 当年以来 伊斯兰经济都被认为 是一个有庞大机遇的市场 想将产品打入伊斯兰经济体系 就要先获得清真认证 本身有六成人口 信奉伊斯兰教的马来西亚 在发展清真认证方面情况如何呢 马来西亚一向被视为 亚洲区最重要 和最具发展伊斯兰经济潜力的市场 马来西亚伊斯兰发展局 是当地负责监管和执行 清真认证制度的专责部门 要获得清真认证 入口商除了要递交文件 证明产品原材料 生产过程等符合规范 连产品运到当地储存的位置 处理产品的用具等都受监管 责监管和执行 由于清真认证的制度严谨 消费者对获得认证的产品品质自然会更有信心 事实上,今年向马来西亚当局申请清真认证的数字 亦见持续上升 在2021年,数字的发行是14,211 年年,2022年,数字的发行是14,779 发行是从亚当局申请清真认证的 所以,增加3.9%在一年 然后,它将更高了 这是我们看来 除了马来西亚 好像印尼、新加坡、亚联邮等 都有官方部门或者认证机构来监定清真产品 目前马来西亚就正是和48个国家 一共86个认证部门和机构合作 互相承认对方的认证标准 无线电视记者刘浩蓉报导 广东欣平四点三级地震 天文台接过过百个市民报告 说感到轻微震动 利波及强烈地震 超过150人死亡 这是严重妨碍司法公正 利家超显证 美国政协 想制裁香港法军 行为卑鄙 大家好 我是王善河 广东江门因平市发生4.3级地震 中国地震台网夜晚近7点半 测定广东江门因平市发生4.3级地震 震源深度是8公里 香港天文台也都偵測到地震在香港西面 大约200公里发生 天文台接获过百个市民报告 说感到轻微震动 维持几秒 初步分析显示 本江的地震烈度 是修订麦加利地震烈度表的第三度 即是身内有感 类似小型货车洗过的震动 另外 尼泊尔西部发生6.4级强烈地震 增至157人死亡 郭北人受伤 星期五万11点多发生 镇央所在的卡纳利省贾加科地区 围处首都加德门都以西大约500公里 拥有大约19万人口 居住的村庄散步在偏远山区地带 震源深度10公里 当地大量建筑岛林或出现烈行 多处通讯中断 回来本港 行政长官尼加超严厉显证 提出制裁更多香港官员和司法人员的 美国参众两院议员 批评恐吓法官 是妨碍司法公正 行政长官尼加超书团到上海出席 进博会开幕式 是机场回应美国参众两院议员提出的议案 严厉谴责这些政客的目的 明显是想恐吓法官 检控官和香港官员 特别是恐吓法官 尝试去影响他们公平公正去审讯案件 尝试影响他们作出的裁决 这个是严重妨碍司法公正 也都违反美国自称 受他们宪法保障的司法独立 当然我深信香港的法官 检控官和官员 都会无畏无据履行职责 这些卑鄙无耻的行为 也都反映这些政客 他们的虚偽和野蛮 其心可诛 至于一组已经被美国制裁的尼加超 确定收到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主办方 发出的邀请信 月中到美国三藩市出席会议 我强调我是收到主办方按惯例 发给我的邀请客 也都因为日程的理由 我是委派财政司司长代为出席的 我们在这个因为其他理由 是出席不了APEN的会议 我也是曾经出现过的 而在建议制裁名单里面的 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就强调 不会任由美国政客欺负 提出这些议案的美国政客 就是叮当里面的那个既安 或者叫伴府 今次只不过就是伴府死性不改 本性难移 我不是大红 中国人都不是大红 我们不会怕 不会走 也都不会说坐在那里人去打 他说名单里面也都包括外聘大律师 是想恐吓法律人员不敢接受委屁 动机恶毒 母先事记者 浙元宁 市政报告定名 春年之内完成基本法23条立法 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形容 是欠交的功课必须做得好 更加有效维护国家安全 是欠交的功课 是一个救债 在合理可行的范围之内 一定要尽快完成 我觉得一年之内 这个是必须要达到的目标 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 23条立法是欠债责任 但不会因为要还债而加辣 当然不会做这些事情 这个不是一个惩罚性 23条不是一个惩罚性的条款 是保护性的条款 国安法的四类行为 我当举个例子 隆统来说是新冠病毒 我们有新冠的疫苗 但是这个世界病犯不是只有新冠的 感染到流感 感染到完肝炎 都会病都会死人的 现在我们说的是整个身体的健康 一个国家的健康 有其他类型的危害国家的行为 其他风险是未顾及到的 你要去确保我们整个国家的安全 或者阻止我们人的健康 那一定是要全覆盖 他说要确保法律具有时候性 会研究纳入间业罪 也都会清晰界定犯罪行为 和外国的政治组织的交流 涉取国家机密 其实这些都是我们笼统地说 但是具体如何细化 去清晰地界定 哪一类实际上很具体性的行为 是会属于这个大类的东西 要配与什么主观的意图 构成犯罪 这个就是我们要花时间做的事 持交功课更加要交得好 更加要有效 他强调一般正常生活的市民 不需要为立法担心 母先知记者济缘问不道 华与洪水桥的过渡性房屋人外居 不举行开幕礼 项目入住率达到九成半 房屋局局长何永远相信 过渡性房屋可以舒缓劏房问题 当局正是收集意见 如何定义劣势劏房 由人爱堂兴建的过渡性房屋项目人外居 以组装合成的方法建造 两座四层高的住宅 用了大约一年时间起好 一共有410个一至三人单位 全部都有独立厨切 电热水炉和冷气机等的家电齐备 住户在7月起陆续入伙 入住率大约九成半 已经能后供了近两年的何太 一家三口就是由劳房搬过来 我们之前住在桃哥环的 租金就高了一倍 比起这里 其实交通这边都很方便 面质要大一倍 以前会发生一些食肆跌下来 我们抽到公屋就立即搬了 因为公屋可以住一生 人外居又设有社会服务中心 会为居民提供情绪支援 又会定期举办工作坊 维系伦理关系 出席项目开幕礼的房屋局局长何永延就相信 过度性房屋可以舒缓劳房的问题 也鼓励更多有需要的人士申请 他出席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说 解决劳房问题的工作组已经召开第一次会议 会先收集意见如何定义劣质劳房 也都会提供机会给业主改善 洗手间都没有一个墙 没有一个房间开 门都没有 一个马桶 隔离睡觉的 我都见过 这么差劣的卫生环境这么矮 一定不行 如果你有一个标准 那当然是有些合格 有些不合格 有些就紧紧不合格 那你都给他补考 给他一些时间 但他修正了一些小问题 就变成为合格 他强调不希望因为取缓 不合标准的劳房 而令到租客流离失所 母线电视记者姚卓同报道 休息回来有其他消息 回来新闻时间 旅月依美烧之针干 警方再拘捕多两个女人 计算4人被捕 多一个女人接受 萧茲注射之后 怀疑感染龙肿分歧赶菌 群组增至16人 消息说最少有百多人 曾经接受相关调整 警方深水保区重案组继续调查 女月医美肖之针案 星期五在长沙环拘捕一个27岁性男女人 涉嫌无牌行医 据了解是女月医美美容中心主任 有事主认出她曾经替他们打针 但她并不是注册医生 警方又在中区拘捕一个26岁性欧女人 涉嫌协助无牌行医 消息说她是美容师 负责转介部分事主到美容中心接受注射 警方早前已经拘捕两个女人 涉嫌非法管有未有注册药物及第一步毒药 不排除有更加多人被捕 至于女月医美群组再增一人到16人 全部都在女月医美荔枝各分店 接受消脂注射后 怀疑感染龙肿分支赶菌 消息说最少有百多人曾经接受相关疗情 卫生防护中心呼吁 任何曾经在女月医美接受消脂注射的人士 如果出现相关疲疹、硬快和脓肿等病症 应该立即求医或致电热线 2125、2372 热线至今接获9宗查询 4个年龄介乎25岁到32岁的女人 表示曾经接受相关注射后出现病症 无线电视记者南豪杰报导 共创明天计划举行毕业礼 2,800个学员完成计划 今天我的心情是激动的 我感觉跟我的女儿毕业那时候比较 我今天好像比较激动一点 因为我有2,800个子女 今天毕业 短短一个月 我们获得120个企业和团体支持 另外我们有很多的有师参与我们的活动 令到我们2,800位学员都成功配对到有师 另外我亦都筹到1亿4千多万的资助 向所有的学员 是足够地提供他们每人1万元的资助 共创明天计划 威附助来自一世社群家庭 特别是住在劳房的中学生 第二期计划上个月27日开始接受报名 对象由初中扩展到包括中四学生 名额增至4,000人 并会增加团体活动种类 例如举办更多内地学习交流团等 截止报名日期是今个月16日 本港出口连跌17个月 9月份出口货值 安年跌5.3% 有学者建议本港要审视 作为超级团系人角色 为转口贸易增值 贸法局早前举办了一个中标展 吸引世界各地买家入场参观 有本地参展商说 客源和以前有很大分别 有大概七成的客人来说都是来自中东的 一带一路 传统的欧美市场 美国、欧洲、德国 今年很明显是比下去了 他说欧美多过经济不好 今年订单明显减少 贸易情况也较疫情的时候更差 贸易及物流业是本港四大经济支柱之首 占本地生产总值近两成 但本港出口已经连跌17个月 贸法局在9月都调低今年出口经济增长 有学者认为要审视本港作为超级联系人角色 中国现在就做了很多年的数字经济 特别是在平台经济方面做得很出色 令到很多可欲的买家可以直接在中国入口 我们作为数字经济的中心可以扮演什么角色 其实是值得我们去谈讨的 他预计等中美两国经济复苏 本港贸易情况明年下半年或者会有改善 无线电视机在东晓峰报导 大湾区汇聚来自世界各地的工厂 近年都培育出不少高薪科技企业 当地政府和旅游业界正是积极发展工业油和科技油 叶子华去看过 昔日的印刷机荣邮休之后走入博物馆 原用2000年前的技术 让游客可以亲手做一张纸 这间赤鱼工厂的印刷博物馆 由东莞一间港资环保包装公司营运 东莞政府五年前 缉华将世界工厂发展成特色多元旅游 包括工业旅游的目的地 这个园区还有展览厅、咖啡店、贝尔室、初创办公室等 每年约3万人次参观 带来的收益占公司的营业额超过两成 你在这里住足停留、景观、有餐饮配套 然后还有一些学术研讨、沙龙可以参加 只要有能够饮流、只要有流量 我们就会有收益 大湾区是不少高新科技企业的落脚点 旅游业界认为有潜力发展科技有 但要成功敲门参观不容易 很多客户是想去华为参观 我们只能说对于一种高新类的这种企业 如果有需求的话我们就去联系 企业它会选择 你要给名单它们先去做一些筛选 立法会议员姚柏良认为香港未来发展 北部都会区都可以借镜 引入高新企业的时候加入旅游元素 如果我们引入一些类似这样的企业的时候 而除了创新科技的产品之外 也都可以能够结合产业的融合 在我们旅游加科技 可以大家创新一些旅游产品 令到我们旅游业可以为未来的创科出一分力 一年三日的旅业会交流团 最后一站来到深圳 与政府以及腾讯等科技企业交流 深圳当局说疫情后多了港人 北上到深圳消费 未来希望与香港联手到海外推广大湾区旅游 报线理事记者叶子华在深圳报道 中国对美国慫恿南海当事国挑衅 深表关切 顿着美方停止嫁入地区海上争议 中方也都批评加拿大军机在南海挑衅 南海局势紧张之際 解放军一支素雷艦队近日在南海进行实战化训练 除了素雷也都无意对付空中目标 训练只在提升部队协同配合和应急作战能力 中美在北京举行首轮海洋事务挫伤 中方对美国加大地区军事部署 针对中方频繁开展抵近政策 怂恿支持南海当事国侵权挑衅等 表达严重关切 敦促美方设实尊重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停止介入地区国家海上争议 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 双方就海上安全等深入交换意见 强调要加强沟通 避免误解误判 探讨互利合作 菲律宾最近和中国围围南海主权的争议加剧 分析指飞方有意加强防备来自空中的威胁 包括飞机和导弹等 到访菲律宾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星期六在菲律宾国会发表演说 由参观菲律宾海岸防卫队的船 他说日本正和菲律宾美国合作 保护南海的自由 又说日方将向菲律宾提供海岸防卫雷达 并且继续协助飞方加强安全能力 中方过往都表明 美国和日本都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国 对于加拿大国防部指 加方军用直升机 近日在南海被解放军战机 非常不安全地拦截 在北京 国防部回应说 中方有关处置行动专业批范 指加方会为栏的直升机 两次不明意图逼近中国西沙领空 期间解放军依发识别查证 并且多次警告 但直升机不但拒绝回应 还采取超低空飞行等挑衅动作 事后通过媒体大肆算验炒作 敦促家方严格约束一线兵力的行动 防止意外发生 无线电视记者张伟聪报道 日本天气反常 东京市灾道踏入城下 东京市中心今早11点多 陆德涉事25点1度 即是气象厅界定为夏日的气温 是相隔14年 东京市在11月再现夏日天气 其中千叶院鸭川省 更加录得27.2度 日本东部和西部地区 受到一度公隔阵笼罩 加上来自南部的温暖气流影响 气温连续四日上升 既然高温天气会持续 如果东京的气温高达26度 将或是相隔46年 东京市在11月再次出现 超过26度的天气 元素宝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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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